字幕提供 你接代過有沒有很難服侍 會令你頭部也疼痛 你一次頭髮 鼻鼻都生出來 那些除非是戴假髮 有一次突然很吵 吵得很厲害 是否搗亂 我就走出去 我不出聲望 他見到有個男人出來 問我是我的員工 第二個 我們睡在這裡 因為睡在這裡增加血液循環 吸收能力強 又在銅鑼灣出現 頭髮都沒有了 沒有了也做 他在理論上覺得 生頭髮是不行的 他買名牌衣服 千幾二千元一件 還要買白色 你不要弄髒我 這條可以 他包在我手上 他畫了很多秘密給我們聽 我們不想聽 有些人說 我把女生收起來 他也會告訴理療師 喝完 我看見 好 這次他也會想發生 你也會想發生 你也會想發生 一份 雖然國內呂王很努力維護皇室的專業 但公眾就君主制前途開展了一場新辯論 皇室家族非常主動地採取措施 切法平息公眾的批評和不滿 白金漢宮開始對遊客開放 用籌集資金支付收復溫沙寶的費用 此外皇室還宣佈呂王和查理斯王子 將會為投資的得益而交稅 在國際事務上呂王繼位初期的時候 人們都對英聯邦寄予很高的期望 但這些期望都沒有實現到 英國開始和歐洲加強關係 而疏遠了老伙伴 不過呂王仍然很重視英聯邦的價值 當他年輕的時候訪問過的南非 最終拋棄了種族隔離制度之後 他覺得很欣慰 在1995年3月他再次訪問南非以示慶祝 不過好景不常 1997年8月 戴安娜王妃在巴黎因為車禍意外身亡 對皇室造成了很巨大的震動 而呂王本人也受到輿論依附尋常的批評 當時在倫敦的皇宮外面擺滿了悲痛的人群 很多人送上無數的鮮花來表示哀悼 但呂王似乎不是太過情願 向他以往都在重大時刻所做的一樣 發揮凝聚力的作用 雖然戴安娜王妃去世是引發民眾的巨大的哀痛 很多批評的人士未能夠了解呂王那一代人 是不習慣在公眾悲哀的時候過度表現出自己的情感 一切都做得非常內斂 呂王同時也感到其實她作為一位關愛的媽媽 她需要在家庭的環境之內安慰戴安娜王妃的兩個兒子 不過呂王最終打破慣例用電視直播的形式 表達對戴安娜去世的哀悼 也承諾皇室家族將與時並進 改變傳統的做法 2002年是呂王登基50周年慶典的時間 但她媽媽和妹妹瑪嘉莉公主都相繼去世 令到全國的慶祝活動蒙上了一些陰影 儘管發生了這些不幸事件 而且涉及君主祭前途的辯論重新高漲 呂王登基50周年慶典的旁晚 仍然有100萬群眾湧入白金漢宮前面的大道 和周邊的公園參加慶祝活動 2006年4月 呂王80歲生日 數以千計的公眾 仍然聚集在溫沙堡周圍的街道 為呂王慶祝 呂王還走出皇宮 在街頭接受民眾的祝賀 和民眾親切聊天 還收到很多鮮花、賀卡等等的禮物 2007年的11月 就是呂王和丈夫菲利普親王結婚60周年的紀念時刻 他們兩個人在當年舉行婚禮的西文寺大教堂接受祝福 都有兩千多人出席這個儀式 去到2011年的4月 又是另一件起事 他出席了他的孫威廉王子和凱特米德爾頓的婚禮 那年的5月 英國呂王在愛爾蘭擺脫英國統治獨立之後 是第一次訪問這個國家 這次的訪問是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的 呂王在歡迎宴會上用愛爾蘭語發表講話 就影響兩國關係發展的歷史問題表示遺憾 還呼籲兩國實現歡容和和解 很快又到了呂王登基鑽石希臉的慶祝 作為鑽石登基希臉慶典的一部分 呂王訪問了北愛爾蘭 還和前愛爾蘭共和軍的指揮官 北愛現任第二部長馬丁麥吉利斯會面和握手 不要輕視這次的訪問 這其實是一個令人相當感動的時刻 因為愛爾蘭共和軍幾十年以來反對英國的統治 呂王的表親蒙巴頓昏著是在1979年 愛爾蘭共和軍發起的炸彈攻擊當中被炸死 呂王登基60周年鑽石慶典的舉行 在英國掀起了一波的王室儀 數以萬計的公眾 湧到上去倫敦的街頭 令到慶祝活動達到高潮 2014年蘇格蘭舉行獨立公投 這對於呂王來說是一次很重大的考驗 在1977年迎來加冕25周年之際 面對蘇格蘭和威爾士 就獲得更大自主權而舉行公投 呂王在議會發表講話 是明確表示她會致力於維護國家的統一 這次在蘇格蘭獨立公投的前夕 呂王在巴爾莫勒爾城堡度假的時候 參加禮拜活動 走出教堂之後 有同等待在外的民眾交談的時候表示 希望大家非常慎重地考慮一下未來 很顯然她是有意被人聽到這句說話的 當公投結果公佈的時候 呂王發表書面聲明顯示她鬆了一口氣 不過她認識到雖然國家的統一沒有受到損害 但是政治格局已經發生了很重大的變化 呂王是這樣寫的 她說 現在隨著我們向前邁進 我們應該記住 雖然我們看到很多不同的觀點 但是我們共同擁有的 對蘇格蘭永恆而持久的熱愛 是將我們團結在一起的 2015年9月9日 她成為英國歷史上在位時間最長的君主 超過了她的曾曾祖母維多利亞雷王的紀錄 她對此有一個很典型的平靜風格來表示 這個標籤我從來都沒有渴望過 不到一年之後 2016年的4月 她就慶祝自己的90歲生日 2017年她的丈夫愛丁堡工作退休 之後她就自己繼續獨自一個人履行她的功績 這個家庭不斷不停地受到壓力 是繼續受到壓力的 誰知道那時候丈夫竟然出了車禍 還有約下工作和一位被定罪的美國商人 判斷失誤的友誼 還有哈里王子對皇室生活日益失望 最後就和太太移居美國 這些令人不安的事是接種而來 但伊利沙伯二世始終都是保持一貫的冷靜 老老掌握整個局勢 2021年4月 女王的丈夫菲利普親王去世 在年99歲 當時正直在新官大流行的時期 一段維持了74年的婚姻 丈夫的離世對她當然是一個很大的打擊 一年之後就是女王登基70週年 白金期慶典的時間 慶典是如期舉行的 雖然君主制在女王統治結束的時候 已經不像她登基之初那麼強大 但她仍然是決心繼續維護君主在英國人民心目中的地位 是獲得到愛大和尊重的 在慶祝登基25週年的銀禧活動裡 女王回憶起三十年前訪問南非的時候所說的誓言 她是這樣說的 當年我仍然是21歲 我發誓我的一生將會服務我們的人物 我祈求上帝幫助我實現這個誓言 雖然這個誓言是我年輕的時候 沒有什麼判斷力的時候所發出的 但我沒有因此而後悔 也不會收回其中任何一句字 結果英女王在履行她的皇室任務 真的做到最後一分鐘 離世前的兩天仍然是根據傳統 邀請保守黨新選出來的黨魁領袖卓維斯 成為新一任的英國首相 英語世界裡有一句話是這樣說的 Hard act to follow 意思就是說一個人的表現做得這麼出色 出色令到繼任的人很難做到 跟他一樣有得比較的地步 現在新任的英國國王查理斯三世 要做到好像英女王一樣那麼好 就真的非常困難 9月13日開始走在西九文化區 戲曲中心大劇院 開始上演的大型原創音樂劇的大狀王 都會是一個hard act to follow 日後上演的音樂劇 要和這個音樂劇相比 真的要加倍很多分的努力 我會用必漢兩個字來形容這套劇 找樣籌備都足足用了七年的時間 單單用在創作劇本和歌曲方面都用了三年那麼久 整個劇有二十首曲 大家如果想先到為快 率先聽一聽劇中的歌曲的話 大家可以找一找我在這個頻道當中的一個 名為small talk 閒聊的新節目 在下面說明 description的欄目當中 都有相關的連結 在那裡會為大家選出三首他們已經拍好了MV的歌曲 分別是一臉一宇宙 懸崖和踏上清源 製作這個劇是用了很大的資源和很長的時間 為了精益求精 他們曾經在2019年做過一些漁演 目的就是為了拿觀眾的反應 然後再收集這些意見之後 作出多方面的修改 這樣的一個創作過程 在外國是很常見的事 但香港是一個仙河 《大狀王講述》有關廣東狀王方唐鏡的故事 方唐鏡是廣東四大壯師之一 亂都可以爬直的 他人很厲害 但就助就為虐 多行不義 終於惹來了勵鬼前身 要拿他的命 方唐鏡為了保住自己的命 被鬼魂阿世牽著鼻子走 替阿世的心上人授受犯案 兩個人一隻鬼 踏上旅途 從憎恨到原諒 在追尋公義的路上救贖自我 用音樂劇來呈現這樣的故事實在不簡單 只是想想在宮廷上打官司的氣氛 怎樣可以用歌曲來交代 已經令人非常期待 票價分別是240、320、420和500元 沒有政府的資助 這個票價根本就不可能可以支持得到 這麼大型的製作 所以大家不要放棄這個機會 快點去買一張票看看 如果你想買票的話 又或者想拿多些相關的資料 都可以在下面說明 description的欄目當中找到 只要你按下相關的連結就可以了 好 還未知先生阿豪